Hello 大家好 我是Laner Wu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从6个画面来讲 如何提升我们的铝拍视频的质量 首先是第一点 一个好的策划 大家不要听到策划这个词 就觉得会离自己很远 一个铝拍视频的策划 简单来说就三个点 首先是你要去哪儿 因为在铝拍中 你所去的地方的风景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你整个视频的观感和调性 所以说花上一些时间 去选择你所想要去的目的地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就是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说你要在这个视频里 所想要讲述的故事 爱听故事是我们人类更古无变的 像我们所看的电影 也都是因为精彩的故事 才会吸引我们持续观看下去 最后一点就是 想要在这个视频展现什么样的情绪 兴奋 悲伤 恐惧 愤怒 都是我们能够在视频中带给别人的 所以你要清楚 别人看完这个视频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第二点 学位派B-Roll B-Roll也就是所谓的空镜 通常是对一些除了主角之外的 具体的物体或者环境的特写 以及用来交代环境的航拍镜头 主要的作用就是 第一点 使你的视频的观感更丰富 然后烘托氛围 还要推动整个视频的内容的发展 好的B-Roll 可以大幅提升你的视频的质量 第三点 了解你所使用的设备 首先是我们所使用设备的帧率和分辨率 像我们现在手机上 基本上都可以拍摄4K 60fps 那么这个4K就是我们的分辨率 FPS是Frames Per Second简称 通俗来讲也就是说你一秒钟 能记录60张分辨率为 3840x2160的图片 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光影的艺术 在旅拍中想要拍出更具质感的好的画面 那我们就一定要掌握好摄影的三要素 也就是光圈 Aputure 快门 Share Speed 还有Iso 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 我真的看了很多书和视频 就都不是很理解 我在想 这是啥呀 这么复杂 直到后面呢 我上手相机之后 我才真正理解这些东西 我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方法 来让你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些东西 首先光圈的数字越大 进光量就越小 画面也就越暗 那反之就是越来越亮 然后是快门速度 Share Speed 快门速度越快 画面就越暗 快门速度越慢 那画面就越亮 正常来说 快门速度一般设置在你帧率的两倍 比如你拍摄的是每秒25帧 那你的快门速度就要设置在50 如果是每秒60帧 那你的快门速度就要设置在60x2 也就是120 但相机上是没有120这个档位的 所以就是125 当然这只是正常拍摄的情况 如果你的快门速度高于两倍 或者两倍以上 那看上去就不会有动态模糊 甚至会有一些假 那如果你低于两倍 或者两倍以上 那看上去会有一些不自然的脱颖 当然如何设置 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画面 这是没有绝对的 然后就是三要素的最后一个 就是ISO ISO是相机内置的光源信号放大器 简单来说就是相机内置的手电筒 通常我们都是先把光圈和快门调好 最后才去调整ISO 当然不是说ISO越高越好 越高的ISO同时也会让你的视频 拥有越多的噪点 那画面就不会纯净 我爸爸这两天整了个无人机 因为他不太懂这三要素 所以拍出来的画面就是这样过报的 后面我教了他之后拍出来的是这样的画面 无论你用的是什么设备 它们都是我们用来创作视频的工具 所以花些时间去了解它们 也同时能够帮助我们去拍摄更多高质量的素材 第四点就是我们视频中的声音 视频与照片不同的点在于 它不光是好看的画面 它还同样具有声音 声音包括我们所说话的声音的质量 以及所使用的背景音乐的选择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舞者和贝斯手 所以那自然我对音乐的理解那是非常的棒 那不需要质疑 我来给大家跳一个 最常见的旅拍音乐风格其实就是Future Bass 然后就是欧美流行 然后R&B Funk Hip Hop也会比较常见 一般有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会选用没有人声的音乐 那反过来 没有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会放入有人声的音乐进去 去填补那一段的空白 那关于声音 还有我们的环境音 动效 还有特殊音效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学问 那么第五点 就是自信的把你自己展现出来 这是一条针对每一个视频创作者的 你越能够自信十足将自己展现出来 那你的观众就越能感受到你的能量 你们感受到了吗 当你学习完刚刚所说的这些工具之后 还有最后一点 你就是忘掉这一切 从现在开始 做你的第一支Vlog 它也许不需要相机 不需要一开始 就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完美 因为对于我们而言 真正有感触的 贴近我们的绝对不是 曝光正确 构图完美的画面 而是那些 我们随手记录下来的生活 他们也许有很多的噪点 也许画面也非常的晃 没有精致的构图 甚至拍得贼丑 但他们都却是独一无二的 无可替代的 即便拍了不会看 但等到你几年后的某一天 突然看到你今天拍的视频 你又看着现在自己的单纯和无知而说出 靠 我居然还有这样的时候呢 OK各位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些知识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和投入一键三连 同时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点上一个关注 你所做的这些都会对我的频道成长非常大的帮助 我也非常希望我的能量和我的所分享的知识 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或者对我的意见和建议 也非常欢迎你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还有我的私信留言 谢谢你啦 那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I will not let you 爸 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